7. 第一《財經日報》 三連羊背後的三大隱憂 2015年7月14日頭版 A.01李進流民李進流民保衛戰第六日 又是一個千股漲停的交易日 監管曾繼續嚴查場外配資的消息並沒有影響市場 A.股走出三連羊,胡指上漲2.39% 盤中一度收復4000點大關 兩市與1500股漲停 不過,昨日強勢背後的三大徵兆值得關注 幾家主要創業版龍頭未封死漲停 二是在貼近漲停板的位置大量交易 且換手率非常高 尾盤期指突然移動,大幅下跌 中今所限制交易的做法也引發熱內人士爭議 先於A.股建底的港股 昨日雖然重回二萬五千點大關 但成交量大幅萎縮 上述現象讓人擔憂 調整事不是快來了 神創龍頭籌碼大換手截至昨日收盤 依然有不少公司停牌 創業版整體成交量並不大 不過,中方財富30.059 S.Z. 落視網30.0104 S.Z. 同花信30.033 S.Z. 貸價依約30.0347 S.Z.等幾家創業版龍頭的換手率都超過10% 主要成交價位都很貼近賞庭板 中方財富的換手率甚至達到18.58% 換手率第二名的落視網也有13.15% 深圳一位公務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昨天下午,不少創業版和中小版股票 在漲停板附近都有大量買單 這表明市場分歧開始增大 一旦多空勢力失衡,可能會引發較大幅度調整 場內投資者可以考慮買入近期換手率不太高的品種 相對會安全一些 而一些基本面較好,估值不高的股票 投資者也需要忍受一下可能出現的震盪 該公務人士建議 近期創業版龍頭換手率很高 估計與監管層再次嫌查場外配置有關 也使得投資者對後試看法產生了巨大分歧 上海一位私募人士認為 短線沒有封住漲停,較低位以上漲30%多 且換手率特別高的個股 可以考慮短線指營了 對於一些無良封漲停板的強勢股 還可以繼續持有,北京一位私募基金負責人認為 舊市之後的保障並非一個正常狀態 繼續嫌查場外配之表明 監管層也不希望暴跌之後變成保障 所以也有不少資金趁著市場上賬獲利了結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果昨日晚間表示 證監會當日組織稽查執法力量負增罪 Q指股份有限公司 合查有關線索 監管相關方嚴格執行證監會的相關規定 前日,證監會剛發佈實施了關於清理整頓 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對開立虛擬帳戶 借用他人帳戶等違反證券帳戶實名制的情形進行清理 對於監管層再次嫌查場外配之 新萬宏原策略分析師黃聖向本部記者表示 舊市行程過去後 未來對於去槓桿的監管政策 都會繼續狠嚴格 對此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 國金證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認為 這不會引起大的股市震動 槓桿已經去得差不多了 監管層此舉指示為了保證場外配之 不會死灰復然 旗子尾盤急跌無法開倉造多 除創業版龍頭籌馬大換手外 昨天三大旗子尾盤急跌也引發多方關注 護心三百 上正五十旗子主力合約跳水幅度不到百分之二 中正五百旗子主力合約急跌幅度則高達百分之七點八 即將成為主力合約的 IC1508更是幾乎上演從漲停到跌停的反轉 某勸商衍生品業務負責人李一發明 對此解釋流動性太差了 李一表示 現在中金所逐步放開了一些交易的條線 像套利片馬隨個別沒有放開外 大部分都已經放開了 所以今天十三日 股市的交易量比上週要活躍很多 護心三百旗子 IF1507交易量達到了一百六十多萬手 上週五環只有一百萬手出頭 之前最低只有四十萬手 但是IC中正五百旗子的整體流動性還是比較差 交易量相對之前高點型比較低 可能涉及的監管更多一點 所以整體的交易量還是比較低的 數據顯示 IC1507合約昨日成交九點五五萬手 相比上週五緊1.11萬手而言 成交量急劇放大八倍多 成交量持倉量的指標也從上週五的0.95升至9.27 其指市場的流動性大為改善 但正如李一所言 當前成交量相對六月動接四十萬手上下 流動性恢復營取初級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 其指尾盤級跌後 多位投資者反映當時無法開倉做多 無法為市場加入流動性 成交數據顯示 IF1507合約至15時04分 打開漲停板到跳水低點的五分鐘內 成交量僅有2986手 換言之 僅3%的全天成交量變造成了 當日近8%的跌幅 此外 其間 IF1508的成交量僅有440手 從漲停到幾近跌停的整個反轉過程中 所對應的保證金僅需約6500萬 沒有書面和口頭的指導 就事莫名地無法開出多單了 私募人士陳華 發明 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本部記者隨後向兩家大型勸商人士求證 均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沒有被限制 昨日晚間 部分網媒中金所限制中證500指數 期貨日交易量的報導實為誤認證證為新證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 中金所早在6月12日便發布了關於修訂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結算細則和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風險控制管理辦法的通知 其中並至2015年7月10日15時15分起 實施以未著作日為新封控辦法實施的第一個交易日 最新風險控制管理辦法規定 合約連續兩個交易日出現同方向單邊市 第一個單邊市的交易日稱為 D.1.交易日 第二個單邊市的交易日稱為 D.2.交易日 D.1.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稱為 D.0.交易日 下同 D.2.交易日為最後交易日的 該合約直接進行交割結算 D.2.交易日不是最後交易日的 D.2.交易所有權根據市場情況採取下列風險 控制措施中的一種或多種 D.3.提高交易保證金標準 D.3.限制開倉 D.3.限制出金 D.4.限期平倉 D.4.強行平倉 D.4.暫停交易 D.調整漲跌停板幅度 D.4.強制減倉或其他風險控制措施 以此看,昨日IC1507合約一道帳停以觸及連續兩個交易日出現同方向單邊市情形 昨日美盤投資者無法開倉市不是中金所採取風控措施所指 節字發稿 交易所人士站未予以回應 社群羅F.首席經濟學家江明達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等一等吧,機會天天有,投資者應做相對確定的交易 明知道不確定性很大的時候建議觀望為王 小交易,就像颱風來了,大家沒必要硬要去街上走 在他看來,近期市場大幅波動有各方面的原因 但始終是某一時點上資金博弈的結果 反映了交易者對未來的態度 經歷過前期大跌後 目前市場環處於收復狀態並不是很穩定 有脆弱的地方 江明德表示,急跌現象 最近一段時間內可能還會出現 在方向不明確、預期不明朗的情況下 我個人觀點經向現今為王 保護自己,港股突然縮量藏忍優市場大跌之時 不少老股民判斷底部拐點是否來臨的依據 要看市場是否出現放量大跌 讓投資者手中的籌買完成充分換手 但A股大批公司停牌 使成交數據嚴重失真 7月8日15時20分 爭炒數跌破23000點 見到本輪調整低位 當天成交額超過2360億港元 創下4月以來的天亮 反觀A股 直到7月9日9時46分左右才正式見底 不過成交的疲軟 也讓不少資深投資者不敢隨意抄底 在過千股停牌的背景下 A股的指數和成交數據失真 以香港上市的看石A50-02823 HK和南方A50-02822 同樣是在7月8日尾盤先行見底 不少市場人士認為 A股的漲跌停限制 以及一到近半上市公司停牌 導致市場指數和成交量等交易數據嚴重失真 投資者也無法據此作出交易判斷 這也可能是導致港股放量大跌 並且先行見底的原因之一 7月13日 儘管增鈔數收復25000點關口 擔全天成交近1368.02億港元 相比上一交易日明顯萎縮 相比7月8日的天量萎縮近千億港元 在A股成交變動失真而無法參考的情況下 港股成交萎縮也為市場增添了引誘 投資人士溫天納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兩地市場相互影響 在A股某些機構無法拋售和無法做空期指的情況下 上週三港股遭遇了很大的拋售壓力 既然A股做空難 那麼未來港股都可能承擔更多做空壓力 而相對來說港股被國際金融大惡攻擊機會比較大 目前市場觀望氣氛很濃厚 港股成交萎縮跟市場揭發方向有關 比如擔憂內地繼續收緊場外配資的監管 上述深圳公務人士認為 這次儘管港股反彈行情先於A股 不過目前並沒有形成很明顯的賺錢效應 這也是導致成交量萎縮的重要原因 既然目前A股的成交沒有太大參考價值 港股成交縮量或許表明後市不容樂觀 既然호 camer規定 既然重新互臺 既然將於A股社介 既然不會 只 SARAH